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为庄园和宗祠两部分 始建于清道光年间 李氏庄园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 共有24个天井 174间房屋 庄园东北部分为清道光年间李氏族人不断扩建形成的主院 建筑立面采取欧式郎柱设计 中西合璧 庭院宽阔 庄园西南部分为皇室老宅 始建云明代晚期 是纯木结构的土家族吊脚楼建筑群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庄园两端有小姐楼和绣花楼各一座 以东以西遥相呼应 层次分明 错落有致 在解放前 庄园是李氏集族权 政权和军权于一体的城堡 当地叫土围子 李氏一族的先祖李廷龙 李廷凤兄弟 清代乾隆年间从湖南逃难迁来这里 最早在当地大户皇家做长工 后来皇家没有子女 李氏兄弟就继承了皇室家业 后经几代人的努力成为当地富豪 现在的大水井 李氏庄园 是在后人李亮清和李盖武手中逐步扩建起来的 李氏宗祠位于庄园东侧二百米 现有房屋六十余建 明光年间 当地土匪横行 局势动荡 最后一任族长李盖武 在与当地土匪交战时 最后被断了水源 不得不投降讲和 后来他亡羊补牢 将祠堂外的水井用石墙围到了庄园里边 这就是水井村的来历 你 你 你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